在那边 不用担心 前锋已经解决了问题 而且机器还得有人来修理 机器确实坏了而已 如果坏了新的 那我们明天还得不可 所以根本性的解决办法 就是直接干掉杰克老师 什么 你疯了 你们到底在想什么呀 明天还是等着看好戏吧 损坏的机器和屏幕 已经交给机械师处理了 我们暂时就用这台来练习吧 还有 以后上课不允许 随身携带任何工具 OK 好好练习 我这是在教你们解决办法 好了 下一位 看探探员去哪里了 真奇怪 他人呢 他刚刚明明在这里 这个声音是 老师 快看那边 怎么回事 太棒了 太棒了 我这就会让你解决的